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结构上看 一件汉服可分为十个部分 领 金 鞠 媚 区 秀 金 刃 代 记 行制可以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 就比如说一套完整的汉服 它是一定有三个部分 最里面最贴身的一个小衣 也就是内衣 然后中间的中衣 以及最外面的作为外套的大衣 从形制上看 汉服大衣主要分为三类 上衣下长 即上穿衣下穿裙 身衣即避体深邃 把上衣下长缝连起来 通才即不单衣 上衣下长制 是作为帝王和百官 祭祀的一种 最为隆重的一种礼服 然后身衣制 以前是作为 就是王族和百官 就是在家殷居时 贤居时的一种长服 然后在百姓之中 成为一种节日时的吉服 通才制 就是作为一个外套 比如披风一类的穿着 像身衣它的下长有六个服 而六服呢 又一分为二分为一共是十二服 这代表是十二个院 尽管有多样的形制 汉服的基本特征是 交领 诱刃 几代 又以对筋 元领等 作为其有益的补充 我见到那个汉服的时候 穿到我身上 我再一看 完全就被它的 它的这个形式 或者说它的衣服 所吸引住了 我觉得和服 韩服都没有汉服 它承载的文化 另外是它的一些精神 让我非常的喜欢它 我不仅喜欢它汉服的美 我更喜欢它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 自养韩文明 华夏鲜民 温уем的繁悟 这些人 就是为了 但是避充使它近代 恤人的魔力 但迅速推出了 但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汉服作为一种 承载着文化历史底蕴 和民族精神的服饰 代表着一个民族 看待世界的方式 和一个民族 对美的独特追求 不应该就这样 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创建了北京的 应该说是 第一所高中的汉服社 然后你说组织了很多 跟传统节日相关的活动 我说元宵节的时候 会挂出很多灯迷 然后就是有什么奖品元宵啊 什么的 然后端午节的时候 还会系一些香囊啊 什么的五彩丝线 然后发给同学们 同袍是热爱汉服 并将汉服融入到 自己生活中的人之间的称呼 每逢清明 上寺 端午 重阳等 传统节日时 同袍们便会 相邀出游踏青 参加雅集 或者举行设离等 一边向路人介绍汉服 一边分享着 身着汉服 所带来的快乐 成思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成思是北京大学 一名大二的学生 是一名资深同袍 平日里 成思会换上他的汉服 从寝室出发去教室上课 我们开始没感觉出来 真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他穿着我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们只是以为 穿着裙子什么的 就其实 只是感觉好差别不是很大 只是后来总是这样 然后大家突然发现 就有那么几次 他那个衣服就过于明显 过于和服从服装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是挺震惊的 经常就问他 你为什么总是穿汉服 还有人说 四姐你为什么要戴着眼镜穿汉服呢 你为什么要穿着汉服 骑自行车呢 就觉得很有违和感 令人惊讶的是 成思与汉服的缘分 与成思的母亲密不可分 成思的母亲刘晓英 是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的一名老师 平日里研究外国文学的刘晓英老师 说起他鼓励女儿接触汉服这件事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当时特别喜欢那个cosplay 然后我就说你cosplay 还不如去买点真正的 那个中国古代的服装 我说那多好看呢 然后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五年前 成思刚刚进入北大腹中 读高一 那时候班上共有七八个同学 被成思发展成为童袍 他们一起去参加古琴雅集 一起穿着汉服踏青 高中有个老师就是 他是童袍 然后我和他勾搭上了以后 就发现他学古琴 然后他就 他还把他的琴借给我玩过 然后所以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让他把他的老师也推荐给我 然后去跟他老师学琴去了 成思现在是北京大学服饰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 新生入学的时候 成为前辈的他会召集北大的同袍举办讲座 因为办了一个汉服宣讲会 然后就说其实穿汉服并不是完全是为了漂亮或者什么的 其实也不是要为了复古才穿汉服 而是因为汉服本来就是我们应该穿的衣服 所以就算你也有着很现代很时尚的发型 戴着眼镜或者说你骑着自行车 这种和汉服完全是不相迪触的 这时候成思的母亲便会来到讲座现场支持女儿 她每次做活动会请我去 她在北大做过一次就是关于汉服的讲座 在他们院是吧 对 主要是当时是因为就是我老穿着汉服上课嘛 然后我们院的同学和老师还有学长什么的 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老来问你今天扣死的是什么呀 你穿越了呀 然后你这是韩国人的衣服啊什么的 然后就忍无可忍 然后就找老师借了个教室 然后说要做一个讲座给他科普一下这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接手扶鞋的活动 就完全是我个人的活动 然后做的讲座蛮不错的 就是因为那次汉服教的会 就是他带了两大箱衣服来 然后都是他妈开车送过来的 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教的会过程就看了他 因为他妈是那里少数几个成年人 或者还是唯一一个我记不清了 可能是唯一一个成年人 所以说就认出来 然后后来还帮他搬衣服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认识他 不仅仅只是鼓励女儿了解汉服 母亲也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同袍 一个蓝色的下裙 然后就上身是一个被子 长被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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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下 下面有一个裙子 我有几次过生日 他送我的就是汉服 哦 他送我的 两身曲吧 一身曲还是两身 一身半被一身曲 一身半被一身曲 对 就是我们一到上街的时候 我们母亲俩一块穿着汉服出去过 真的 对 我也穿一身 他也穿一身 我们去那个什么 去承德 遗暑山庄 去玩过一次 照了好多照片回来 天气好的时候 承思便会约三五好友 一起穿着汉服去游玩 面对好奇的目光 他与同伴们表现出的 更多是坦然和大方 面对路人的追问 他们也会耐心热情地回答 同伴说 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了 我们穿的是汉服 而不是和服或者韩服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生活 左传正义 定供十年书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有张服之美 魏之华 汉服之美 游牧共度 但汉服 绝不只是一件 美丽的美丽的衣服 那样简单 他经历了几千年 已经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宽大飘逸 流畅脱俗的基本样式 体现着中国人 超形质而重精神 追求 内涵自然 崇尚天人合一的神美取向 复兴汉服 应该是一种集体性选择的问题 这些年轻人为这个目标的奋斗已经出现成果 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认出这是我们自己的服饰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把汉服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 但是 汉服的复兴 不仅仅是这些八零后 九零后年轻人的希望与责任 更应该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希望 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